消防員的英勇形象真是一招爽 而此消防員集體欺凌和性侵犯同僚 令傳承嘩然 而且至少有三宗 據知這張照片中 被枯頸的事主駐守中區消防局 而這張照片懷疑被人用高壯物塞缸門的消防員就駐守官堂 兩個人暫時未報警求助 而第三宗就是一個駐守尖沙咀的消防員 星期二報案說 去年被同袍除副手淫欺凌 警方已經若見一眾涉事消防員和目擊者 而消防署都由星期六起將涉事人員停職 消防署署長黎文軒說 會按警方調查結果進行紀律聆訊 他又說不存在有同事受上司壓力而不報案的情況 消息指消防署已經就連串事件若見三個受害人 並且向近百名涉案人士和知情人士問話 不過成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 宋立公批評 消防署在事件未曝光前 只是暗地將涉事消防員調職 有包庇之嫌 企圖等事件不了了之 他認為消防署應該成立專責小組 很全面調查 我會按TV東網電視新聞台給你 今次